網站娛樂生意詞 超典的就是3TV 聽說擺屋的風水 就要找到房子的中心點 我的房子是四四方方的 東、南、西、北 我不是站在房子的中心位嗎? 其實在風水上實在太多謬誤 一間房子裡有中心點 並不是我們風水上所說的立結點 聽人說門的對角位就是財位 所以擺一棵有生氣的植物 和這個招財善除 擺在財位 我還不發過豬頭感 你真是豬頭 其實在風水上實在太多謬誤 門口的對角位是財位 已經是錯了 財位上面放植物的話 就大錯特錯了 去年真是dry爆 沒有人追 今年一定要擺一棵桃花 在桃花圍 再要開一盞燈 先看一看 今年我還不讓人追爆 其實桃花圍這樣擺 都是錯誤的 這樣只會令到紙更加dry 黃鎮宇師傅見到你真是好的 幫我幫我幫我 其實你是這樣 由第一個步驟開始 說房子中心點的問題 已經開始錯了 我錯了? 我真是在整間屋的中間位 那顆點 中間 沒錯 因為這間屋是很市政的 這間屋裡面的中心點 就剛剛在這個角落頭的位置 變成你來說你是沒有錯度 但是風水上面 我們不是這間屋的中心點 是我們名堂的立極點 例如我們這間屋裡面 是以最大的空間的位置 等於這個廳 左右 前後的空間 距離是相同一致的 要麼在這個位置 我們叫做立極點 這個位置 所以立極點 就是我們鎖羅間 開個盤 量出來東南西北之後 計出來一些 吉位和空位的問題 就不是這間屋的中心點 所以第一點 第一個步驟 你是錯了 因為我們選擇 屋裡面的立極點 就是說 這間屋裡面的名堂 最大的地方是聚氣的 當我們拿到中心點的時候 這個成為我們叫做立極 何謂立極呢 立極就是風水上面 也是易經裡面所說的太極點 我們叫做五王 代表皇帝 皇帝是居宗的 我們臨制四方 四方八面 大家平衡的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有一個圖給大家看 中間是五 四方八面來講 三橫三個行 和三洞打斜的 大家加起來的數字 都是十五 例如第一行 四九二 第二行 三五七 第三行 就是八六一 好了 動企的三行 就是二七六 中間那一行 就是九五一 左邊 四三八 加起來都是十五八 是的 打斜是四五六 另外一邊打斜是二五八 大家加起來是十五 即是說 我們中環交錯的數字都是十五 就是平衡了 某個位置缺了 或者某個位置不對 我們的氣就會變化 就產生到胸和吉的問題 所以立極點來講 就是那間屋的名堂位 中間並不是屋的中心點 是 所以大家要量的 或者有一個理論 原來這個所謂的立極點 就是整個大廳 對 因為我們所謂立極的意思 就是我們前後有分陰陽 左右有分陰陽 我們整個空間裡面 陰陽大家平衡了的話 我們才知道 間屋裡面 是某方面缺乏什麼的五行 我們在風水上面 就能夠適當的佈局了 真是幸好有黃鎮宇師傅在大廳 但是講開大廳 我這裡就一個廳為主 但是有些是女字廳 有兩個廳 或者L廳 那怎麼問中間位 是的 通常有L字形的廳 或者我們有大小廳 我們叫女字廳 通常入門口的位置 都會做一個叫做飯廳 稍為大一點的地方 我們就叫做Family Room 即是我們的客廳 這個客廳稍為大一點 就是最聚氣的地方 所以用客廳的中心點 成為我們的立極點 所以我們要記住 風水上面 屋的中心點 和我們風水上面用的 立極點是兩回事 用錯的話 整間屋裡面 我們叫盆中八卦皆空 即是全部的東西都錯了 好 正如剛才所說 我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 就是房屋的立極點 那有沒有說要放些什麼陣 或者我多點在中間那裡吸收 這個王氣 沒錯 我們定了中心的地方 就是四方八面 某個位置是桃花位 某個位置是財位 或者文昌位 剛才第二部分的錯誤 就是門口對角位 這個位置 就是財位 門口對角位 剛剛對角位 財位 其實財位 是一般風水上面的謀誤 因為以往的屋 不是十幾二層高 是一層的平樓 當我們開門時間 屋外和屋外的氣 就互相有個對流 所以將地上的樹葉 沙泥 就會一直打轉 吹入屋內 當然了 這個屋角的地方 也有牆 所以這個圍屋床 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那些 垃圾堆積的地方 一般叫做聚氣 聚氣的地方 不是對比聚財 不過萬一 如果我們開羅盤 知道這個位置 剛剛在這個對角位 是財位的話 就是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是嗎 我還想問 我剛才覺得 對角就是財位 所以我擺了一棵 水種的植物 和焦財 焦財 焦財 對嗎 其實有半對 一半不對 財位上 根據我們現在的圓運 現在是白運 04年開 至2023年 這個財星屬五行 是土 如果我們這個財位 好像以往的風水 放植物的話 是錯的 因為風水都要與時俱進 現在在白運裡面 我們這個財星屬土 我們除了令星追水 即是放魚缸 流水設計 甚至我們不喜歡養魚的話 可以放一些 招財用品 因為風水 所謂叫做 物以類聚 方以群分 好的東西 聚在好的位置 特別是好得快的 所以 這個財位上面 千萬是不可以放植物 因為在白運裡面 這個五行屬土 我們放植物 不論是水種的 或者是泥種的話 都對這個財星有傷刻 不招財不特惹 還有其他壞的問題 第一 腰骨關節上有問題 第二 腸胃健康有問題 所以我們在白運裡面 財星的位置所到的地方 我們叫財位 不可以種大盆栽植物 或者甚至我們看到 一些花棗樹木 都不適合的 唉呀 那我馬上要拿走它 否則我有腰骨筒 又腸胃炎 我相信 我相信 你剛剛放了 因為你放了一個月 就已經出現了一些問題 好好好 謝謝師傅 那究竟呢 我的財位 是不是真的在這裡 你的財位 我們說的農民財位 會更加容易做事 在明年的西位 就是我們房子裡的財星 不論是這間屋 或者是公司 或者是父母房子裡 我們的西位就是財位 你的西位就是這個 你的西位就是這個沙發 這個角落頭位 財位 請坐 請坐 不好意思啊 黃師傅 你坐 其實財位 其實財位不是用來坐的 不是嗎 對 財位坐上不可以旺財 不過你也要先坐一下 其實財位的位置 可以放一些魚缸 流水設計 甚至這個位置 你不喜歡養魚 或者不想穿魚缸的話 可以放一些招財 招財佛 招財童子 正如你所說 招財蟬 可以買一個大一點的 太細隻了 或者我們招財皮丘 把這個位置向著窗口外面 是可以幫我們吸納在 龍簾裡面的財氣的 即是嘴要向著出口 向窗外面 就多吸一些財氣 對 或者向窗或者向門 當然了 你的財位在這個位置 明年你不可以向門口 只可以向窗口 所以明年你可以利用這個位置 這個財位 可以加強你的財運 可以請喝喝茶 真的好 放大一點的擅脆 或者剛才說 有關於水的東西 流動的東西 沒錯 水的流動 風水輪 釀魚 釀魚光 釀魚光 不太多 釘盪釘盪 有鳥仔的叫 那些鳥仔 甚至整個鐘會放的 那些動作來講 越誇張越好 越旺財 旺財 旺財 可能買六合彩都會種 是啊 到時你請我喝茶 唉這些不用說了 不過我還想有一個要求 唉 我去年呢 沒有男生追 沒有男生喜歡 我怕我嫁不出 師傅 其實你的樣子 沒有理由沒有男生追 多謝 不過在氣息上說 我們左右兩邊的眼尾 叫做姦緣位 是講感情發展的 對 左邊是代表男朋友 右邊是自己 右邊是自己 我看你右邊的氣息 有一個桃紅色 有桃花色出現 但是左邊 就比較深沉了下來 所以就代表到 你有希望有 但是不容易得到 是啊 所以仍然都是屬於dry的 那怎麼辦 師傅 我是不是嫁不出 要攝奏 不要緊 明年來講 榴槤的桃花位 是很容易運用到的 我教一教你 明年旺回你的桃花 好嗎 好啊 到時你快點請我 吃餅飲茶 怎麼剪呢 一隻腳趴都行 好啊 你不是一定 好啊 師傅 不過呢 我們留下集再說 各位觀眾 想知道 如何擺旺桃花位 當然要留意我們的 原定今生 跟大家說一聲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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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拜拜